6月16日由顏雅倫主演的 辦公室愛情偶像劇 就是要你愛上我舉行特映會 集中演員琪琪現身 你粉絲們一同欣賞片花互動互樂 但女主角郭學芙 因為另有通告無法前來 令身為男主角的顏雅倫 似乎有些小抱怨 好像剛剛學芙沒來 有一點怨言 沒有怨言是想念 因為平常我們這幾天 這個禮拜在宜蘭 幾乎從早到晚每天朝夕相處 然後今天這個直播 讓大家看一些片花的活動 他沒辦法來 就有點小想念 集中是一個撥婚主義上司的顏雅倫 自爆現實中也是不折不扣的不婚人士 但他就表示不排斥未婚生子 我覺得應該就是 即便有了小孩 大家還是可以像情侶一樣 就是每天很開心的過生活 因為現在很多離婚的人都是我覺得束縛 就來自於那張紙 但是我就覺得需要那張束縛 我覺得不需要 馬上就吵起來了 頂撞老闆 所以老人的意思是說可以未婚生子 贊成這樣的言論 未婚生子但也要年紀到啦 就是要在法定的年齡嘛 然後如果我覺得兩個人的愛情是可以很輕鬆很自然的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過於的找尋一個證婚啦 或是找尋一張紙來把自己綁住 又想當爸又不想被一直婚書束縛 還真是有些兩難拳呢 但願顏雅倫能早日找到那個對的人吧 我們來看吧 我們來看吧 我們來看吧